葫芦是一种植物 属于葫芦科植物学名为Legeneria ciceraria 葫芦的果实通常呈长圆形或圆球状 表面光滑 外壳坚硬 有时会有各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变化 葫芦在世界各地被广泛种植 并被用于多种用途 包括食用 工艺品制作 器具等 以下是一些关于葫芦的相关信息 食用 葫芦果实在幼嫩时可以作为蔬菜使用 称为葫芦蔬菜 成熟后的果实则不宜使用 因其果肉纤维组织变得非常坚硬 并且内部的种子已经成熟 不宜使用 葫芦蔬菜常见于亚洲地区的菜肴中 如炒菜 汤品等工艺品制作 葫芦的坚硬外壳使其成为制作工艺品的理想材料 许多地方的人们会将成熟的葫芦果实收集起来 剖开并清理内部的种子 然后将外壳浅造并进行雕刻 绘画等加工 制作成各种工艺品 如葫芦灯笼 葫芦笼 葫芦壶等 器具 葫芦外壳坚硬且不透水 因此也常被用作制作各种容器和器具 例如 葫芦可以制作成水瓢 水壶 水罐等 在一些地方 人们还会将葫芦作为乐器的材料 制作成葫芦琵琶等乐器 神话和象征意义 在一些文化中 葫芦被赋予了神话和象征意义 例如 在中国文化中 葫芦被认为是一种吉祥物 象征住福气和长寿 常常被用作装饰品或礼品 总的来说 葫芦是一种多用途的植物 不仅可以作为食物实用 还可以用于制作工艺品和器具 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和文化意义 不仅可以作为这种吉祥物